欢迎收看小人物大英雄 我是Pinky 010 现代的文明就像是一道墙 把我们跟大自然隔离开来了 这个时候自然生态解说员 他们就扮演了一个媒介的角色 让我们跟大自然可以重新的连接起来 只有专业生物学背景 担任解说员长达20年的王旭昂 他不只是带领大家走进野生动植物的知性世界 而且他更引导我们用心灵去领悟大自然的道理 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 一起上山下海去体会天地之美吧 你们看到了为什么会成为解说员 跟死观观客就是不一样 表现在情绪上就是不一样 这是一群了不起的生命 了不起的灵魂 一切东西都变得到生活层次的时候 那才变得真实 所以你说台湾的环境保护 或者是海航环境教育 如果都一直在强调知的层次 那我觉得他没有进入生活 那如果一群人 每一年夏天都觉得应该要来到海上 我想他不会露件到海豚越来越少 他不会露件到工厂让我们的海洋污染 你可以试试看 想象那个声音的力量一直传传传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可以试试看 这是一个邀请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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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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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其实在大自然里面也是一样 所有的生物看起来都很庞杂 可它们其实某一种程度 可以形成一个和谐 那那个和谐是美的 所以要它们去练习这样的 其实是让它们开始变得 要配合彼此 热爱动物的王旭昂 45岁 台师大生物研究所毕业 曾任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执行长的他 因为喜欢野外生物 所以长期担任研究助理 投入基础生态调查的工作 并且远从大三起 就开始担任自然解书员 直到现在 我们一群人二十几个 全部都从森林里消失 或者更棒的是 其实我们不是消失 我们是融在森林里 变成森林的一部分 鼓励大家可以试着自己一个人出来走走 或者是跟朋友的时候 你可以让自己有一段时间是独处 或者是单飞 你会发觉你看到的自然是不太一样的 黄色跟是茄子 就是番茄这一类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并不是一个呆版的教学课程 要你记这些名字 那我期望每一个大自然里面的元素 每一个植物 都能成为你的朋友 林志其实很多 对啊很多都是 那旁边你看这个双花龙葵很漂亮 很大 两组都到了是不是 你看你的眼睛 不刻意修饰外表 而有土匪绰号的王旭昂 不仅自己沉迷于 虫与鸟兽花草树木的世界 也乐于接引更多人 亲近大自然 自己觉得这是美好的东西 那如果自然能充实他的生命 丰富他的生命 那觉得是很好的 他们现在发现什么 蜘蛛 蛤?什么?哪一种蜘蛛? 不知道 蜘蛛抓到蜜蜂 真的吗? 是 你看到蜘蛛会害怕? 会啊 他可以问几本 还好 他刚好在猎食吗 你爸看到会怎么样 跟害怕会 会大叫 会大叫 哈哈哈哈 海湾公园最近的一只海狮叫Nemo 给他掌声鼓励 现在Nemo要正式的演出了 Nemo 右手 哈哈哈哈 没错 身体要弯一边 海湿这样 右手 不要这样 真的 左手 右手 因为小朋友的话就很真实 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的反应也都会很直接 那大人在这样过去的历程里面 他会变得比较思考的很多 他比较放不开 那要有更长的过程是让他软化下来 甚至我们其实会 故意的去挑一些 能够唤起他以前的记忆的 然后能够让他变 重新变成一个小孩子 哎 来了 来了 欢迎我们的朋友 进船舱先把救生衣穿好 先把救生衣穿好 赶在天亮之前 一群人相约 要到花莲的太平洋上 展开一趟 跟海豚有约的生态之旅 四周慢慢的变亮 然后呢 在天空 海上 都随时可能有意外的惊喜 如果他只是来看海豚 那 可能看海豚是很重要 如果这个人是喜欢海 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更多的东西 有一个基金会的 志工的角色 我还是有我想要去多做一些地方 怎么样 让他们在美好的环境之中 能够意识到 这一切的美好 并不必然美好 那还是有机会 能够有一些行动 去维持这个美好 我真的是讨厌海 因为我到现在其实还是很怕碰海水 那个黏黏的感觉 某一些方面我还是不太愿意 可是至少我会觉得到海上是会让我快乐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出港 离开港 迎接我们的 就是一个充满着惊喜的旅程 就是一个充满着惊喜的旅程 如果把太阳要上海面当做一个起点的话 你会观察到整个世界上就从这个点开始变化 仿佛和天地大海之间有过深情的约定 常年参与陆地动物研究的王旭昂 因为不会游泳而畏惧海洋 直到1995年加入台大的鲸豚研究调查工作 脚步才开始跨出海岛 而丰富的水中生物 日后竟也让它迷恋上海洋探索 刚才有个小小的水花 没有 可是没有 可能是鱼吧 好我们要接触我们今天的第一群海洞了 还没有跳跃的行为 他们应该还是会来我们的船边 好那是一个小宝宝 那是一个小宝宝 慢慢靠近我们的船边 好开始旋转了 想要把它叫过来吗 咦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 船底下 在船底下 在船底下 有 船底下 船底下 很惊奇 因为觉得不会看到 因为 季节 这个季节不会有 不太会有 敲过水面 就会形成一阵阵漂亮的水花 这水花是垂直方向的 下船开来的时候 好像在海上开了一朵朵美丽的白色玉京香 走后风也有浪里面 噢 JESUS 好多海啊 没有一百次了 这么多喔 你每次都有看到海豚吗 几乎 有时候没有 今天看到的算最多的吗 不算 不算 最多看到的是什么 三种 哪三种 东西看到的三种 看到哪三种 飞旋花纹 热带班 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热带班 哦 你都认识他们的名字喔 谁教你的 我也其实说实在 这是很自私的选择 是因为我期望他 但他能不能接受到 我并不敢保证 那我只能就是给 他有这样的机会 我就给他 然后他也愿意接受 那OK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他有一天变成生物学家 这样啦 开始旋载在右边 开始跳而已 然后在右后方 你喜欢在我们的船边玩喔 那这个叫做Bowriding 就是我们的船会切开开水 他们在跑边的时候 会比较省力 他们的背景可以要很漂亮 前面的朋友 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也许可以听到海豚的声音喔 把时间留给你们跟海豚 其实更重要的是 因为我也要拍照 嘿!有了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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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些美丽的东西 在消失之前 他们是能够有经验 记忆 博物馆有一群海豚要解剖 看到六只花王海豚躺在地上 那是我跟这个生命的第一次接触 可以做那些很脏很 没有美感的事情 同时 也酝酿是 当我在遇到活生生的生命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的珍惜他们 后来就影响我 有一些个人的嗜好 就是收集死掉动物的骨骸 我在解剖的认识的时候 发觉 哇!骨骼原来是如此精巧巧妙的结合 然后能够让生命于一个立体的形态呈现 他是小笨 但是唯一不会带出去上课的是这一只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对 他是我的家人 所以 实际上以前是跟我们睡在床上的 后来我们现在暂时都不敢养狗 因为那个情感的投出太深 喜欢动物 喜欢到了骨子里 王旭昂无可自拔地 钟情于收集动物骨头 在野外 有许多意外死亡的动物遗骸 王旭昂却珍惜地带回家做成标本 并且小心地收藏着 我说实来的这个除了当教具以外 平常其实我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在看待 这是一只被车碾过的 死掉的 我这个土把链钢 就是把手拿来之后然后煮 像头的部分我先坐左边 然后左边弄完了之后 然后对照右边的位置 八年回去 你花了多少时间把它拼回来 我记得是四天 我觉得对于那种即将完成的 那个瞬间那种情绪比较复杂 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会停在那边是 拼完这块骨头 它就完成了 完成某一种程度来讲 是一件美好的事 但是我想到的是 它就结束了 那我就会卡在那边 那因为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那这是一只主机 现在就是因为有一些骨骼 还没有办法清除它的相关位置 所以大概就还在处理中 所以其实都会用很细的针 然后沾一点点胶 去把它捏起来 那其实我会觉得像花莲这边 没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 那我会觉得说 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系统的 那我会期望 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以把它放起来 然后可以直接就带小朋友 就在这边上课 在台北郡村长大的王旭昂 目前定居花莲 远离繁华的都会 踢进山海的怀抱 这似乎是他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它是这样都会长 有帮它取离子吗 有 有 有 就是这个 比较小 比较健身 然后这个叫爱心 有 小时候其实跟人家比较不一样吧 然后 那刚好在眷村旁边 其实就是 有 几棵 大龙树 你觉得孤单的时候 就爬到树上去看鸟 在大学踏出第一步 直接到户外去看野生动物的时候 你就大觉你不再需要养它们了 因为你的笼子或你的动物园更大 对自由的渴望吧 因为你就在都市 就会一直想要飞出去 你现在看地图 然后你很想去哪些地方 我真想去奥地利 跟谁一起去 自己 那你不要宝宝带你去 然后第二想要的是英国 第三想要的是 道具 第三 然后的是蒙古 他带我去 还是说 带我去 你就可以带我去 孩子的诞生 某一种程度 是我再活一次的机会 那其实我不只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 我接触到 我觉得都是一样 我怎么样能够 借着孩子 再重新享受 可能我曾经 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接触到自然 现在是长大了 然后 离开家要跟 要跟 要去爬山 要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他们下去喝咖啡了 好 拜拜 好 走了 你说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 然后下山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长大了 停不住的步伐 又再一次走到野外 在每周一次的自然体验课程中 王旭昂带领着都市里的孩子和家长 一起探访充满惊奇和趣味的山林 我先要你们找出这附近最红的叶子 全部都放在这边 这个小小孩也可以 那个 好好 你去帮我去找最红的叶子 这个那儿的 那儿的都会开另外一锅 再来呢 我们要找另外一种颜色 你们想找什么颜色的叶子 绿色 我们先按照红色橘色 再来什么颜色 很好 黄色的去找黄色的叶子 再来绿色的放那边 还有 好聪明喔 紫棋好聪明 紫棋 等下这样的时候 他就看不对 把他翻过来就对了 孩子是在像是树林里面 看着攀木蜥蜴爬拉爬去 然后可能有时候在里面游戏 那我觉得 他会保护 他会 就是说 一个保育自然的力量 应该是来自于情感 而不是知识 这个是山红柿 你们有没有吃过柿子 有啊 这个叫做山红柿 它不能吃 但是它的味道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种子 它剥开的时候 它剥出来的时候 它剥出来的时候 种子是扁扁的 柿子里面是不是有扁扁的种子 对 我们待会应该会找到 如果有成熟的给你们 你们可以拿去种种看 你要不要闻看 你再想想看 是不是柿子的味道 你看到很多小孩子去参加所谓的 我是叫它自然补习班 他们去很多 甚至幼儿园 他们就养了很多动物 然后会把所有动物都拿出来 给他们看 那我会觉得说 他们其实会有一个错觉 是这些所有动物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有些孩子 其实应该是从自然补习班出来 你每次跟他说 观察这个东西 观察那个 他不要 因为对他来的反应是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可他知道的只是名字 那我就会鼓励孩子 你去观察它更有趣的东西 在名字之外 他有行为 这场在台北内湖 隆传岩的体验活动 王旭昂带小朋友的重点 不在于知识的传递 而是观察自然的能力 当小孩领略过天地之美后 自然懂得疼惜问悟 爱护环境 我是谁 土匪 土匪 好 那个借我 那我是谁 小豪猫 小豪猫 我不会戴了Aishkan的帽子 我就变Aishkan 对不对 我还是土匪 然后呢 一百年后 土匪变成什么样子 死了 还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会有什么不一样 骨头 会有骨头 因为肉都不见了 对不对 那如果土匪是穿着衣服死掉 是不是衣服会掉在上面 对 但是里面都是骨头 对不对 可是土匪还是土匪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不要因为外面的改变 不要怕这个 对 对 对 好这个我怕的 因为 因为 如果害怕的 等会我们请爸爸妈妈在你旁边 可以吗 Aishkan 你照顾这三个 怕鬼的小鬼 OK 好了 那我们往前咯 我不怕 我不怕 我也很怕 其实你知道吗 不怕 我们以前做调查很喜欢坟墓 你知道为什么 坟墓变成动物的保护中心了 因为很多人不会到坟墓去抓动物 三棵树叫做 三 五棵树叫 森林 对 没错 五棵树叫森林 咦 那四棵树怎么不见了 我很欣赏图菲老师的课程当中 他不会去告诉你 这个动物的特性或是什么 可是他会愿意带你去念一首诗 在自然里面念一首诗 或者是单纯的看看 看看语音或是 听听风的声音 那孩子他自然而然会觉得 这个美跟他是有结合的 跟他的感觉是有连结的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爱上自然 好慢慢来咯 不用怕 你可以像对 你可以用这样 其实你站着也可以 像你看借围 借围姐姐她也是这样子用走的 其实你不用紧张 慢慢来 要扶吗 OK好 自己来 我要先拖鞋才好 你要放弃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你是可以的 我帮你好不好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这样想参加这个课程 可是讨论之后我就说 其实你自己可以做 你就自己做 你在网路上Google一下 就OK了 可是我比较强调的是 对大自然的喜爱 或者是一种热情 那我有一天 在我很沮丧的时候 我突然发觉说 原来没有自然 我一直在城市里面 我的生命是枯竭的 那我不敢想所有的小孩子 或未来小孩子 都是这个样 但我会觉得说 如果有一些小孩子 他脆弱的时候 他是可以到山里面折斗 可以重新 可以让他变得不一样 那收担机场 然后那内湖 大湖公园 猪猪 生日要求我去你的天 画出这个石头 其实是比较高的 这是地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第一次看到 我这么可爱的土匪 是 好 先四个 我们先四个 先四个完了 我们再问 在山林中成长的孩子 生活更加缤纷多彩 他们曾经拥有许多 和大自然相处的美好记忆 不只是要尽情地描绘在画纸上 更要深深地刻印在心里 而这些储存的记忆 将会随时唤醒他们 对于天地问物的尊敬与爱惜 我们常常说 要为后代留下好的环境 其实呢 我们更应该要说 我们要为环境留下好的下一代 透过解说 让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地 喜欢大自然 乐于亲近大自然 而且愿意为大自然的保育奉献力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Pinky 我们下次再见咯